在当今市场经济和环境中,激烈的竞争,快节奏的生活,纷纷复杂的社会现象,强烈追求物质生活,的欲望给人们增加了无形的压力。 是一些人的心态浮躁的宛若苍主,身上或多或少充斥着酱气,俗气,造气,心白意乱者有之,神不守舍者有之,朝夕上火者有之,归根结底就是缺少意思静气,宁静才能致远,平歇才能静气,静气才能干时,干事才能成事,涵养静气的过程,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,营造一种和谐, 即使一种抵律,成就一种境界,胸怀静气,才能保持清醒头脑,深蒙远虑,见天地之经维,查案物之规律。 胸怀静气,才能真正淡薄明力,心态平衡,不为进退自扰,重入贪婪不经,胸怀静气,才能做到至存高远,心忧天下,不为成绩骄傲,不为挫折沮丧。 胸怀静气,才能把握心理健康,明白事理,可以智容敏辱,可以心无旁骛,胸怀静气,才能勇于不济民力,追求卓越,高不鼓抱自赏,低不自暴自弃,养一点静气,我们欲视时从容不破,举重若轻,养一点静气。 我们无视平和超越自我,不歪不斜,不骄不躁,不卑不靠,不偏不倚,砸起自去,静气自来,浩然处世,静气量身,在贫乏的生命历程中发觉正我,本平庸的世子天一抹亮色。 静气,是一种气质,一种修养,一种境界,也是东方智慧之一。 诸葛亮给他儿子写信说,夫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田以养德,非淡薄无以明智,非宁静无以智远,夫学,须定也,财,须学也,非学无以光才,非智无以成学。 这是诸葛亮一生的体会,细气品贝,静气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呢,美林大士有静气,不信心是无骨形的去字,原是出自反清风云人物汪同和的一幅对联,这幅对联,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,自古以来的贤胜之人,也都是大气之人,越是遇到惊天动地之事,越能心静如水。 沉着应对,静气是一种应急的态度,也就是说在重大事件发生时,不是紧张慌乱,思乱阵脚,而是情急之深或从容应对,所以说,静气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态度,在生活中,有许多人总是为别人的评价而生活,在被动中死要灭自活受罪,而有的人则不然,依然我行我素,走自己选择的路。 这样的人则最能成功,一位著名画家说,宠辱不惊,看亭前花开花落,去留无意,望天上云卷云书。 这就是一种处事态度,所产生的人生境界了,虽然这种境界很难达到,但是,在失忆和迷茫时细细品位,会豁然开朗的。 凡大事面前有静气者,反映出他修炼到好的深邃,大事且能以静之动,小事更是拿得起放的下,静气绝不是柔弱。 比如韩信夸下之乳,看客萌无不哈哈大笑,或为之名不平,而韩信却无所谓,这是多么大的气度,静气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,人非草木,熟能无情。 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,爱恶憎,在一定的环境中某种情绪,总是要表露出来的,这就是人的本色。 静气不可以抢求,静气人之于定力,我国的佛道儒,都特别强调修身先修心,佛之禅定,道之身定,熟之心定,都强调的是定力。 静气需要修养,需要自己去历练和积累,静气不是与生俱来的,是每个人后天成长的产物,所以,有刀有低,有人说得好,浮躁的社会,心静者胜出,养一点静气,给自己一片晴朗的天空,万物尽管皆自得,人生宁静方志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